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晚上美国在放耶稣受难日的廉价之前 美国实质利率创下了近两年新高 而且慢慢的向零的水平走来进行靠近 也就是目前美国的实质利率快要由负转正了 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引发很多市场上 长期过去泡沫累积的一些负面的发展出现 做观察我们要如何做解读 当然现在官媒最关心的是刚刚人行宣布了降准 我分享一下刚刚我跟包括我们的摄影大哥 跟我们的小编做的分析讨论 因为这个降准从本周国常会李克强总理 所提到的一个重要刺激的内涵政策包之中 就有提到 所以这个预期今天不成我们题目 是这个预期在预期之中 所以我们在交易预期是交易不可知的预期 这要特别做观察 另外我刚刚也跟小编我们聊到了 莫斯科号被炸掉 观看莫斯科号停在那边被乌克兰炸掉 有人看台湾媒体就很清楚 这是俄罗斯的奇耻大陆 大家了解 作为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除了要准备名流史册之外 那是长期的正面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他把预土扩大 我在节目当中提到 只要能够历史上把领土扩大的 观看你看看美国的几个总统 管你杀了多少印第安人 管你用钱买的 只要把领土扩大 都是伟大的总统 中国历史更明显 谁能够把领土扩大 秦始皇伟大 他杀了多少人 汉武帝偉大 他苦死了多少人 康歇偉大把整个清朝 给搞到几乎快破产 可是为什么他伟大 因为领土扩增 领土扩增 在人类的发展当中 这很简单 你的爸爸优不优秀 你的妈妈好不好 关键是有没有自产 领土有没有扩大 只要领土扩大 管你是偷的抢的骗的 还是赚的 我多买一套房 我爸爸有三套房 我妈妈有三栋大楼 你会觉得很伟大 或许你妈或许你爸 是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可是你不会怪他 重点是我爸我妈留下来给我 这就是人类很基本生存的要求 所以从小的到大的 普丁注定要名流史册 成为俄罗斯近代最伟大的总统 领土扩张 第二个内部问题 短期问题 就是俄罗斯的人民在面对西方制裁的压力之下 会不会出现一个倒普丁的声浪 这个可能性并不低 随着制裁的时间拉长 俄罗斯的经济跟人民所得受到负面冲击 我相信有很多俄罗斯人会对普丁感到不满 可是莫斯科号被炸成 这是一个俄罗斯的国耻时刻 观众你去想想 就跟台湾一样 管你民进党做得好或做得坏 还是做多烂 只要高喊台湾意识 一切压倒 政治压倒一切 所以莫斯科号摆在那边静态被炸成 基本上对于普丁的国内支持度 绝对是绝对的加分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普丁要如何团结俄罗斯人 去说服俄罗斯人战争的正当性 去说服俄罗斯人面对西方制裁 或西方常情打击的不公不义 我刚才讲到底没用 莫斯科号被炸成 你不用多说一句话 俄罗斯人就会团结起来 反抗西方的霸凌 团结起来把乌克兰战争打到底 所以我们做财经新闻跟政治新闻 都要分享 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预期 这才是架构 所以为什么不做 讲半天之后为什么不做降准 原因就是预期已经被预期当中 所以这个就不叫新闻 这是在预期 而且是所有的人的预期 好 我们就要观察的实质利率变化 因为昨天晚上 美国国债债捐利率再度创下新高 债捐价格又再度回撤前周的低点 我们分析来做观察 因为昨天晚上美债谈得非常凶 谈了大概13个BP 有13个BP 来到了最高几乎是2.83 我们把其中做拆减 第一个是通胀预期 昨天贡献了13个BP的9个BP 昨天美国国债谈了0.13个百分点 每一个百分点就是100个BP 所以0.01个百分点就是1个BP 所以昨天美国国债谈了13个BP 13个基点 其中通胀预期贡献了9个 实质利率贡献了4个 所以这是实质利率的反弹 这是通胀预期的反弹 它们集合起来成为美国国债 在昨天利率创高的主要原因 我们再把这个拆解之后来看一下 因为通胀预期在从3月8号 俄乌开战使得原油天气大涨之后 其实这一个月红色这条线 美国的通胀预期 用交易员的一个交易 真金白银交易结果当中 其实横盘9就在2.8到2.9震荡 震荡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平台是头部还是中继的平台 我认为是中继平台的可能性偏低 为什么 等一下就要提到了 美国消费已经垮了 另外一个就是加息的动作越来越快 所以通胀预期目前在2.8到2.9这个平台 有可能形成是一个头部平台 这是一个预测 所以它继续往往走的可能性不高 已经一个月了 已经一个月了 在这边做一个反复 就区间上下震荡 所以我们对通胀预期可以忽视不济 我们只观察的是实质利率 美债上升最重要的推力并不是通胀预期 而是下面的实质利率 而实质利率我们来算一下 这礼拜过去4天 礼拜四涨了0.04个百分点 礼拜三涨了0.04个百分点 礼拜二涨了0.02个百分点 礼拜一涨了0.03个百分点 速度加快 上周五涨了1个BP 上周四涨了6个BP 上周三涨了8个BP 上周二涨了8个BP 上周一涨了3个BP 观朋友 再往前走上礼拜五又涨了11个BP 所以我们看到 从4月份以来 甚至从3月份以来 这一连串的数字 都看到实质利率出现一个非常高角度的上扬 跟回升 我们提到 特别是美元 一般国家的货币或地区的货币 实质利率长期为负的可能性不高 特别是具有注币权的美元 它要维持实质利率为负的可能性极低 这是长期这种压迫的过程 会影响储蓄的积累 会影响到资产的吸引力 所以美元过去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透过金融压迫 把实质利率压在负值 压在负值 千金难买早知道 有钱一寸光阴一寸金 千金难买寸光阴 负利率 这是及时行乐 有花勘则子讯则 末代无花空则则 在负利率的时候就是这个讲法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实质利率要恢复正常 我们下面要讲回到多高 光是由负转正 由负转正 这就像是你追求和你喜爱的女神 忽然接受你的追求一样 这是一个人生 这是一个世界巨大的转变 诈变0% 它是从没有到有 甚至从深度的负值变成正值 所以一种是坏变更坏 一种是好更变好 可是这个可能是从好变坏 有可能是从坏变好 它从没有变到有 它这个转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来解读一下昨天实力为负 所发生的变化 第一个我们看到 美联储最关键角色 就是我们节目中提到的 纽约分行的总裁 纽约分行总裁 纽约分行其实是美联储的大股东 所以纽约美联储感觉是地区分行 可是事实上它才是真正控制 美联储的关键角色 包括美联储的货币宽松 包括财政部的一些国债的拍卖 都是经手美国纽约美联储 所以布鲁斯威利拍的中锦态专辑 不是有一集是抢金库吗 包括俄罗斯的黄金 包括了大陆的黄金 都是在纽约美联储的地底下 所以纽约美联储的地位最重要 因为它主要就是在华尔街当中 好我们看到纽约美联储主席 威利姆斯讲话 他过去是相对鸽派 因为在华尔街 每天吃虾喝辣 喝酒 找妹 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都跟摩根大通 花旗混在一起 头条街上 还不用打电话 下班的时候 小薇走喝酒去 很熟 所以他基本上对市场是非常天静 大家都是好朋友 威利姆斯的地位 他提到目前利率非常低 他讲的一个重点 以50个基点 以50个基点 作为每一次升息的单位 各位注意 以每一次升息0.5% 作为一个单位 是合理的选项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们到底升息0.25 还是0.5 还是0.75 还是1% 好朋友 单位什么0.25 我们常讲1码 调升1码 调降1码 那就指了0.25 0.25 现在威利姆斯小薇 他说了 美联储以后升息 不是1码2码3码4码 不用码算 以每0.5个百分点 作为单位 各位懂意思了吗 作为单位 爸爸给你利用钱 是给你200300 都付100块的 还是给你50 30 给你10块的 还是给你1000 2000 给你1000 单位很重要 因为单位大 虽然给的少 很多 很多 单位小 给你很多 很多 还是很少 之前世光 养了一只猪 存钱筒 一只猪 这个猪 我存了一年多 猪还不晓得 大家都那么大 养了一只猪 就是把每天下班的零钱 往里面投 养一只猪 养大之后 这猪很重 有一天我要把他杀了 拿去银行存钱 这只猪拿起来 不到一分钟就所酸了 为什么 因为很重 你们说铜板 结果这一只猪大概那么大 存到银行 铜板里面有50块 10块 有5块 有1块的 存到银行 我光是投到银行 自动的存硬币机 就搞了快40分钟 存下多少钱 14,700 搞了一年 我光是存这只猪 把猪杀了 存到银行的存币机当中 就搞了快40分钟 14,000块 14,000块 什么意思 因为单位小 就算这只猪很重 也没什么钱 也没什么钱 世光的皮夹很薄 里面都放2000块台币 我跟你讲 薄薄的7张 就打扮那只猪 所以我们特别提到 威廉姆斯昨天有一句话很重要 就是单位 什么单位 每一次用0.5% 作为一个加息的单位 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变化 第二个提到 为什么要改单位 为什么要改单位 因为他认为中性利率在2到2.5% 美联储应该迅速的向更高利率行动 所以怎么办 所以就要改单位 因为加一码太慢了 直接把单位变大 目标清楚 然后单位改变 那不是很快吗 所以以后升息 也不是说现在是0.5% 也不要再升息8次了 0.5单位升息4次就够了 你懂意思吗 本来要升息8次的 现在升息4次 下次赶单位 升息2次就足够了 所以我们注意到 这个单位的改变很重要 另外他提到 他认为美国经济 能够实现软着陆 软着陆 不是软跟硬的问题 是着陆 有人讲说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 你管的硬的还是软的 重要是着陆 你不要管等一下 今天礼拜五 Friday night 很多人有夜生活 你不要管好不好 漂不漂亮的妹子 软的还是硬的不重要 重点是有没有 会不会 这个很重要 所以管你软的硬的 重点是着陆 威廉姆斯小微提到 美国经济会着陆 所以有讲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我管你软的硬的 软着陆比较舒服 硬着陆比较不舒服 重点是你着陆了没有 今天是 Friday night 你着陆了没有 那不是着陆 是着床 着床了没有 至于是软的硬的 舒不舒服不重要 重要是你的阴谋 有没有得逞 有没有得逞 所以他讲着陆 他讲完这些话 市场上就崩溃了 为什么 因为本来威廉姆斯 是相对鸽派的一个委员 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按照整个 我们用菲利普曲线 画出来的委员分布 在左边 基本上是对于通胀比较能容忍 对物价比较容忍 但关心就业情况的 在右边 是对于通胀不能容忍 但比较不关心就业情况的 所以一边是关心通胀 一边是关心就业 威廉姆斯 过去关心的是就业 而可以牺牲通胀 在这一次改变 开始改变 因为我们看到 几个鸽派的 包括4月11号 芝加哥美林族主席艾文斯 提到了 升息两码可以值得考虑 包括了旧金三分行的戴笠 也提到 单次加息50个基点 是合理选项 观看你去看 这几个主席分很重要 芝加哥 听商品交易所叫芝加哥就知道了 是美国整个工业带 也叫铁锈带 或叫玉米带的重要位置 光是这个地区就知道 芝加哥 芝加哥 它反映出来的是 美国一二级产业 那旧金三 一听就知道 湾区 Google Intel 叫湾区 谁管 代理管 它代表的不是第三产业 它代表的是科技业 是科技业 威廉姆斯代表金融业 这三位主席都说加息0.5个百分点 比较特别是威廉姆斯 小戴都讲要加息0.5个百分点 小爱也说要加息0.5个百分点 我是纽约分行 我一定要讲得更霹雳 所以不是加息0.5个百分点 是以每0.5个百分点 作为单位 创新一个新的名词 Unit 为一个单位 来进行加息 所以这对市场影响就相当的大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国债 特别十年期国债 大幅的谈升 创下了2018年12月1号以来的 新高 殖利率新高 债券价格 就创一个短期的 债券价格 又创一个短期的新低 我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美国国债应该短期当中 要来到利率的满足 利率的满足 差不多 在这边要休息了 在这边要休息了 每个国债利率 继续往上的可能性 越来越小 这是我们对于行情的看法 这是短期 这短期可能包括了三周 或包括三个月 我认为美国国债的利率 水平大概就最高了 因为昨天威廉姆斯 美国纽约分行总裁这讲话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美债利空 价格利空 利率升高 注意 所以这个是个变化 好 我们再往下观察 因为影响最大的是 30年期国债 我之前有跟大家报告过 就是在商学院 尤其是财务金融系的 不管你学投资权 或财务管理 又提到Duration 就是到期日或资产的变现 时间越长的 它对利率越敏感 所以观众朋友注意 美国国债利率是涨这样 10年期国债涨这样 相对于价格 美国国债去年 去2022年3月份以来 跌掉了大概将近15% 可是我们看到 30年期国债 从前年3月 对不起 2020年3月以来 跌掉了将近三成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 就代表美国国债 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 它的值率曲线 重新变抖 变正常化 而这个正常化代价 是整条值取线往上移动 所以这出现两种打击 第一个美国值取线 它不仅是从尾端变抖 本来不是倒挂吗 值取线不是尾端 本来是倒挂吗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长这个样子 现在恢复正常了 可是它的代价是整条线上移 整条线上移 这是要特别观察 就代表全球的利率水平 会来到一个新的台阶 我们除了观察曲线的突典之外 突兴之外 更重要是整个值取线的位阶 位阶 一个是细部 就是微分的概念 一个突典叫微分 积分也要观察 你不只是看微分 不看积分 因为学微积分 是微分积分一起学 所以我们观察微分 每个突典带来的经济景气的暗示 另外积分逻辑是整条曲线 是往上还是往下 就是我们讲的熊市熊斗 还是熊平 是牛市牛斗还是牛平 这是我们之前节目也提到的 在美国实质利率反弹接近零 现在负了0.06 大概这次到零 就是美债的一个高点 美债的低点利率的高点 初步会在这边 可能会休息一段时间 另外是威廉姆斯的讲话 还有职业改变 三个事情完蛋了 第一个就是美债完蛋了 刚刚你讲美债 美债挂了 美债已经崩掉了 30年期美债又创新低 去前年 两年前是200块 两年后是140 两年前是200块 两年后是140 假如这个是一家上市公司 而他的CEO叫做拜登 请问股东大会 你会怎么批判他 什么东西在过去的两年 可以跌掉三成的 这一定是一个烂东西 假如是个股票 代表前景不佳 假如是一个资产 代表未来不明 假如你是个股东 一定会强烈的挑战 这是什么烂CEO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CEO处理的方式 基本上很糟糕 也可以符合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把莫斯科号给诈成 基本上对美国的股价 美国没有上市 但美国国债有上市 国债也是为当美国股票 因为永不到期 所以债券股票永不到期 只可债跟股就很像了 所以代表莫斯科号被诈成 基本上对美国这家公司 不是来讲是不好的 直接讲是市场效益发展 所以第一个是美债 美债垮掉了 第二个我们看到日元崩 日元崩了 日元又来到一个新低 在今天是126块 对1块美金 126对1美金 创多少新低 创20年以来的新低 20年以来的新低 日本 日本在2011年 美元跟日元关系 是75比1块美金 现在是126块 对1块钱美金 我们用賓士来形容 賓士一台10万块美金 加以S系列10万块美金 对于日本人 10年前买一台 要755万日元 买一台B4S系列车子 大概是755万日元 10年后 賓士一台S 要1265万日元 你懂意思了吗 就代表日本人的购买力 越来越低 他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才能买到渤来品 相反的卖出去 你像台湾最有名的 就是荷泰汽车 这股价从180块 涨到六七百块 为什么 因为台湾荷泰车 是从日本进口 Lexus Toyota 同时进口日本的零主件 所以这十年当中 荷泰车的购买力 因为台币满美日本 日本的东西 打了大概有六折 打六折 可是台湾Toyota 越卖越贵 日本在大陆Toyota 也是越卖越贵 发生的事情 就是海外的采购 日本东西是越来越便宜 这个概念 日元垮了 日元持续的贬值 也跟日本央行 目前对于利率政策 并没有太多的改变有关 第三个是我们特别 今天要观察的 就是美国的消费垮了 我们看到昨天公布了 美国的零售销售的一个数字 美国零售销售 在美国消费的比例 大概将近七成 可以这样算 美国的消费 在美国GDP的七成 再讲 美国的零售销售的数字 占美国总消费的大概七成 美国消费占美国GDP的七成 所以美国零售销售 占美国GDP大概是不到一半 不到一半 四成以上 这个叫恋人未满 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 就是五成不到 四成以上 所以这个数字很重要 昨天公布出来的数字 叫年增率 年增率 年增率 各位朋友 这是小学很重要 年增率 百分之六点九 零售销售的总金额 来到了百分之六点九的一个增幅 百分之六点九的一个增幅 我们看一下消费者物价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是百分之八点五 去年一百块 今年变成一百零六点九块 你懂吗 物价去年是一百块 今年变成一百零八点五块 各位朋友 这个数字就来了 这个一百块是怎么来的 是P乘以Q 什么叫P 就是每单位的价格乘以销售数量 每单位多少钱 卖多少数量 会等于这个数字 P乘以Q等于这个 那P在哪边 P在这边 增加8.5% 请问Q是增加还是减少 我们在做二月份的零售销售 就讲过这个数字 讲过这个数字 各位朋友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数学 小学三四年级就会了 所以为什么巴菲特索斯 包括杨世光 学到小学四年级就投身股市 因为小学五年级以后的东西 都不太重要 为什么 各位朋友你懂吗 P乘以Q 这个数字在这边 那P变大 请问Q 第一变大 第二变小 第三不变 第四不知道 请作答 各位朋友 知不知道 来 摄影师 大还是小 小 小 对 小都知道 果然有在念硕士 就不一样 我们的摄影大概念硕士 了不起 你看连摄影专业都念硕士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摄影拍得那么好看 把世光拍得有点黑 这是有点原因 灯光的关系 所以 P在往上走 这个数字高不高 高 可观没有 我们把这一讲 美国的数量 消费数量 是在下滑 再强调 P是老板的事 Q是劳工的事 你的产出数量有没有增加 会决定就业机会 可是调涨价格 那是老板 小薇喝酒了 他们在决定 所以P跟Q之间 美国的零售销售 已经出现一个重大的逆转 我们继续往下做观察 我们看一下 美国的总销售金额 吓死人了 历史新高 美国单月的零售消费 提到零售消费 占美国总消费的七成 美国消费占GDP的七成 所以基本上零售消费 看到美国GDP的成长的幅度 总金额 光是3月份 就消费了6657亿元 美元 我们有提到 这个是一个物价上涨 明目的结果 我们在跟之前提到 因为这一波受到 新冠疫情影响 货币宽升 加财政三轮的补贴刺激 让美国的整个零售销售 包括消费市场 出现了一个非常异常的泡沫 这条红色线 那就是要读大学了 统计的一个均线概念 一个均值概念 透过长期的样本 算出一个均值 叫回归 所以红色线 它是一个长期的结果 可是最近出现一个跳升 跳升 以前有发生过 有 就是 我们碰碰之前 就是美国的当时的消费 受到物价上涨 跟新经济的影响 所以大家以为 从红色线变绿色线 历史的力量 把绿色线又打回红色线 好 现在这一段又发生了 这一段又发生了 所以我们提到 美国的零售消费很特别 2018年 美国零售销售的平均美元计额 是4991亿美金 2019年是平均5155亿美金 年增率3.2% 2020年是平均5168亿美金 受到新冠影响 大概掉了 变成0.2% 变成0.2% 按照美国恒常收入的所得 按照美国GDP的成长 美国零售消费 大概增长3% 就算是非常不错 历史的均值就是增长3% 2021年也就是去年 去年每月平均消费 6168亿美金 比2020年增长了19% 假如我们跳过2020年的干扰 你把2021年跟2019年做相比 用复合年增率观察 大概接近9% 也就是美国的零售销售 它远远跟正常值不同 这6%或接近6%超额消费 必然是要还这个账单的 这个消费是必然还这个账单 但是我们节目讲很多次了 而现在它开始发生 那总金额没发生 可是数量开始发生了 美国零售销售的数量 正在快速的萎缩 所以就听到了 怎么NB要降价了 已经开始衰退 所以我们特别提到 当实际率开始转正 它不单单是刺爆了美债泡沫 不单单是点出日轮危机 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质跟账 从零售消费 非常清楚 账明目睛走高 质 质什么质 有质就要看医生了 好我们看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就是美国的零售的存货销售比 存货是分值 存货是分值 消费是分母 这个数据在过去 在过去这段时间 是出现了崩盘 所以人家说 美国的库存不足 供应链不足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 好哥们就两个数字 这个库存可能是10 消费可能是8 所以这个数字除出来 就是1.25 好白痴 搞个这么复杂的数字 让自己很难算 1.25 好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库存变成11 消费变成11 这个数字就变成1 1跟1.25比 就代表库存交费比 出现非常明显的下滑 可是不能掩盖的是 美国的库存 从盾售批发到零售消费 库存额都在大幅增加 只是大幅增加 被零售销售的虚假的价格 所掩蔽了 所以我们要观察 观察 来回来看 回来看前面这张图 来 美国的零售销售增长6.9% 我们扣掉 假如不要管的物价数据 这个增长速度有多快 有多快 可是美国的库存 能够在销售 就是分母 快速变大之际 出来的笔值还变大 你们懂吗 又来了 小学4年级的数学 当分母变大了 当分母变大了 分母变大了 而这个数字现在不知道 那这个数字笔值 笔值 笔值变大了 笔值变大了 变大了 来 摄影 请问分子是变大变小 变什么 变大 旁边有人作弊 我们秦金公主刚才讲变大 这是小学数学 一变大 二变很大 三变超大 四变超级大 没有别的选项 当笔值会变大 而零售销售做的分母变大 关心的是这个 关系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现在 spot 现在 而库存会影响future 影响未来的制造 跟递单 所谓的PMI 所以我们就提到 在这个数据的变化当中 其实有非常多的意涵 美国的国债 反映的是 美国利率政策的正常化 跟中性化 它引发的危机 不单单是美债 不单单是元 不单单是经济 所以在这个周末当中 我们就有特别 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跟观察 好 休息片刻 我们要讨论一个 更深层的问题 债券走高 感觉把美元推升 昨天晚上美元 来到了近年来新高 100.5 离我们的满足 100.9 越来越靠近 美元走高 油价同步走高 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宗商品 跟美元 会变成正相关 这个金融属性的消失 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休息片刻 今天的部分 为所有好朋友 做进行的观察解读